The THERmodynamics 中文6 For Merch This way we return to Pepper Chapter 20. The First Law of Thermodynamics Part 2 在Part 2里面我们要讲是 Section 3 Lighten Heat Section 4 Work and Heat in Thermal Dynamics Section 3是Lighten Heat Lighten Heat也是一种热的能量 但是跟我们前面所了解到的热能又不太一样 它是怎么样的热能量 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相变化 这是物理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说你的物质它会有什么 会有大部分是固态或者固相 固体相到液态到气态或者是气相、液相 那不同的相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它们有很大的不同 譬如在固体的时候 你怎样它的形状都固定 液体也是它形状可以改变 然后原子相对距离它的方向可以改变 它距离可以稍微变化一点点 然后方向 原子之间的主要就是方向 它的没有固定一个方向 它可以形变 然后再来到气体的时候 它又破坏掉固定的距离 然后它就这样就变成说它可以 原子跟原子或分子分子之间可以距离很远 所以很明显的这个物质它有一个相变化 那这相变化其实是需要能量 那它所需要的能量我们叫做Latent Heat 叫潜热 所以这边的概念就是潜热Latent Heat 它是什么 It is the heat energy required for the phase transition 所以这是物理一个重要课题 就是相变化 phase transition from a solid to a liquid phase or from a liquid to a gas phase for substance 所以所有物质 大概都有这三项 那我们后来知道说 在某些压力底下 然后它有些物质是直接气化 从固体变成气体 那Latent Heat 就是你要输入热能 但是那时候在相变化的时候 温度不变 它是这个相 从固相变异相 异相变气相 然后原子之间 它譬如说一开始是这样 是可以这个变形的 然后再来是这样 是距离可以有长有短 原子之间的平均距离可以变大的 所以它需要能量去 break 就是破坏掉原本 非常 强的这个见解 比如在固体里面是比较强的见解 那它温度不变嘛 所以你的浅热就变成了 变成是你输入的热能 在除以质量 所以是单位质量的热能 那这边我们比较少用单位 Molar Latent Heat 比较少用 Downdway Molar 树的那个 那个 啊 浅热的定义 好 那Latin Heat 的话就会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就是说它 融化的时候 融化后凝结 凝结的时候 它叫Fusion 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 它那个Vaporation 气化 气化 它是Latin Heat 所以一个是 前面是凝固 然后凝固或者是这个 融化 融化后凝固 叫LF Latin Heat 在 比如说 如果是水的话 就结成冰的时候的 那个 所需要Latin Heat 那另外一个Vaporation 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 气化或者凝结 它是LV 是 指 比如说如果水的话 就是大概是在 水加到100度 变成水蒸气的那个 那个温度 那它所需要的 从水变成这个水蒸气 所需要的Latin Heat 就是 LV 好 那这边有一个表格 就是说 比热 我们知道说 到 这边有列一些 我们常会遇到 或者在实验室 常会遇到的物质 然后它的一些Latin Heat 但Latin Heat 列的不多 你看 一方面告诉你说 这个物体它的 的那个 熔点跟废点 然后另一方面告诉你说 它在熔点的时候 如果有Latin Heat 是多少 在废点如果有Latin Heat 是多少 那 Helium 氦气 那它的这个 固体变成液体的温度 是在0.95k 那一般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 是它 气化的温度是4.2k 4.2k 这是一般的实验室 可以用得到的 这个 这个 液体 它就4.2k 那 它的什么 它的 Latin Heat Latin Heat 它是2.09 乘以10的4次方 这个其实 数字你可以等一下可以比较一下 然后再来氢 氢从固体变液体是14k 左右 然后液体变气体 它所以叫液态氢 它是20k 左右 那这当然会有一些故事 就是说你早期在那个 呃 低温的实验 在荷兰的时候 然后 那时候 一开始 怎样 就是先把 氮气一化 把氢气一化 然后最后把氦气一化 然后 氦气一化之后 就想要做一点实验 就是去量那个 拱 然后就测量一些超导 所以 早期的超导的实验 就是在这个 这个 谁先 做出这个 低温的 低温的 把那个 哦 气体把它液化以后 然后利用这个 这个 液化的气体来 做冷却 把你的这个物质 冷到那个低温下 然后去观察这个电性 谁先做出 谁先 谁先液化氦气的话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 就可以量测 这个特殊的 这个电性 好 那氮气就比较常用 氮气的话 它的固体变成 液体 163k 然后液体变成气体 这一般我们就讲78k 77k 那这边要强调什么 就是 它的这个 这个Lightened heat 是 2.01 乘以10的5次方 它的Vaporation Lightened heat 是2.01 乘以10的5次方 那你跟什么 跟这个氦气的比较 10的4次方 跟10的5次方 你差了10倍 那这就是为什么你 氦气 它一喷到空气中的时候就这样 就整个你看不到那个液体 就整个变气体 那氮气呢 你其实这样放到空气中 你还可以喷出来 你可以看到它是液体状 所以这两个差很多 那再来就是水 水 我想大家就比较熟悉 水它变成固体是0度C 变成冰块 它的Lightened heat 是3.33乘以10的5次方 然后如果是液体变成气体 它气化热是2.26乘以10的6次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水是16次方 又比氮气 液态氮气化热 高了10倍 然后液态氮气化热 又比液态氮气化热要高10倍 你看到这边都有10倍10倍的差别 这边又除以10 这边又除以10 所以 你可以知道说 水如果是热水碰到你的手 你会被烫伤 可是一般你用液态氮稍微碰到手 那实际上因为液态氮气化热很小 已经小了10倍 所以你如果只有碰到一点点 它其实不会造成冻伤 当然这个低温所以是冻伤 那如果是液态氮气化热 那更不可能 因为它一碰到空气中就马上变气化 所以这个是物质的一些基本特性 然后再来就是像铅啊铝啊这个什么 这个是融化热327度 然后铝融化热是660度 然后铅的这个 然后铅的这个 抱歉了 融点 融点是327度 然后铝的融点是660度 然后铅的这个 沸点是1750度C 然后铝的沸点是2450度C 你看到我们在水以后 我们就是用度C 这是常用的一个单位 所以我们改成用这个度C 然后低温下的这些 这个液态氦液态氮氮 我们就用多少K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慢慢的把能量输入到物质里面 然后你观察它的比热 还有它的什么 它的前热 那它会怎么样变化 那最有名的当然 例子当然就是水 那比如说一开始是怎样 是冰块 然后冰块也会有比热 所以这边最左边是冰块 然后再来冰块呢 到到达零度C的时候 它会慢慢融化变成水 所以这边是冰块加水 这个就是零度C的时候 然后再来是水的比热 所以这边是Water 它的一个比热是多少 然后再来就是水到达100度C的时候 它又会有一个气化热 然后最后就是水蒸气 水蒸气 然后它也会有一个比热 所以在傾斜那一段都是比热 然后在这个水平那一段都是前热 就是这边就是Latin heat 那所有的物质大概都有这三个项 那当然在有些压力底下 有些物质就直接从固项变成这个气项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的能量的输入 一的是让温度做一个提升 或者是让它的相做一个变化 所以为什么这个温度变化跟相变化 这两个会是一个物理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好 Session 4开始我们要慢慢去探索这个气体 它可以对外界做工 然后它可以这个输出热能 或者当然反过来可以输入热能 外界也可以对气体做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假设一个气体 It is compressed quasi-statically 所以我们假设由外界有一个压力比较大 然后去压缩它 compress 那为什么要quasi-statically 就是要希望它能够怎样 够慢然后能够一直是在equilibrium的一个状态底下 to be remained in thermal equilibrium 所以主要就是这个热平衡的equilibrium of all times the work done on the gas 就是你接下来就是要去推导 你说这个变化过程中 你外界对物对这个气体做工 那做工的能量怎么样做计算 那常常我们在看做工的时候 我们会画什么画那个PV图 所以这边Y轴是P 这个也是P压力 然后X轴是V 体积 那它会有一个一开始状态我们会写一个I 然后后来状态也写一个F 然后一开始状态下我们会有一个体积跟压力 然后后来状态会有后来的体积跟后来的压力 所以这是一个PV图上 然后我们要看它的 做工 气体做工的情形 那来推导外力对物体做工 我们知道说这个做工是什么 是F乘上X 所以如果是一点点一点点的积分 就是F内积DR 那刚好我们的这个Y的定义是什么 Y的定义是定义为这个物体 增加 所以Y的定义是定义的 所以Y的定义是定义的 Y的定义 那 你的F刚好讲 我们刚刚讨论到就是你外界对气体做工嘛 为什么要用外界对气体做工 就是主要我们要计算说 这时候我的气体会获得 获得能量 然后我们要站在气体的角度去计算能量 计算这个做工的这个能量变化 所以呢 外界对气体做工是讲是压 是反Y的方向 所以你看到这边写一个负的 负的F乘上DY 就是跟你膨胀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负的FDY 最后呢 我们在处理气体问题的时候 我们处理什么 是体积 跟压力 所以我们要把外力 外力换成什么 换成压力跟面积 然后面积乘上什么 乘上这个 Y方向的一个长 长度变化 就变成了体积的变化 所以变成负的PDB 所以第一点 你要先弄清楚你的 这个能量定义什么 是定义在气体的观点 就是不管怎么样 你做工之后 如果是正的 我这时候我的定义就是 气体是获得能量 那如果做工之后 是负的 我们就说这个气体 是损失一个能量 损失做工的能量 好 那 定义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讲 就可以去计算 所以它的 做工 一般我们做工有两种写法 因为 实际上 做工当然是有一个 初始状态到后来状态 所以应该什么 应该是ΔW了 但是我们平常都会 简写成W 因为我们就知道 它就是一个Work 那 前面有一个负号 这是我们 刚刚 从外力做工里面 定义出来 这时候有这个负号之后呢 我们算出来能量是 对于气体而言 是能量增加或减少 如果是 算出来是正的 对于这个气体 它能量的增加 算出来是 对这个气体的能量的减少 然后再来就是做一个积分 VI到VF 然后 刚刚的这个-PdB 把它带进来 PdB 好 所以我们定义完 做工之后 后面就可以讲 就可以去计算 这个气体 它在不同状态底下 它的能量的变化 好 那 接下来我们 Consider Compression of the volume of gas It's work is positive A positive work means an increase of energy in the gas system 所以这边告诉你说 我们最后定出来的 做工的方向 主要就是要代表 内能是增加或减少 所以外界对物体做工的时候 我的气体分子 它的内能会增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